新中国成立以后,我国先后受到美国和印度各国的敌视和监控,随时监控中国的一举一动。 美国就在台湾和印度各地区为基地,从这些地方到上空派遣侦察机,在中国的几万米上空监视中国,而那时的中国仅有的飞机只能飞到几千米高空,根本查查不到美国那样的高空侦察机。 就这样美国的侦察机一直在中国的上空,自由自在地飞行了好几年,我股只能眼睛睛地看着美国自立地在我国上空自由地飞翔。 后来,我国经济有了一定发展,两弹逐步研制成功。 为了解决这个被美国在天空监视的局面,实现国家的战略安全,我们国家开始着手实施解决方案,于1956年秘密成立了中国地空导弹543部队。 部队成立后,国家决定同苏联谈判,去引进苏联的地空导弹技术。 当时中央派遣解放战兵中的著名将军去苏联谈判,经过多次的瘦伤后,他们引进了这项技术,随后在543部队开始秘密研制中国自主的地空导弹。 经过一段期的研制后,中国543部队研究,并造出了自己的地空导弹。 后来,中国凭借这个系列导弹很多次的从天空,打下了美国的空中侦察机和战机,使得美国不再敢派遣侦察机来中国了,也净化了中国的天空,加强了中国的国防。 中国的这支部队也让美国感到神奇和迷惑,中国拿来的秘密部队和技术,制造了如此先进的地空导弹。 也许至今美国也不会知道这个秘密,这支部队的成立,也被我国的拦截导弹的设计做了铺垫,责任编辑。